Antejo 我真的是不想上镜 这样子我可以做直播吗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是几乎每一个礼拜我都会被问到的同一道问题 其实直播不要上镜可以吗 今天如果你选择音频直播 你的确是可以选择不要上镜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选择在直播中带货做销售的话 那么上镜的确是必然的 那试想想看 今天你去看一场直播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 你都没有看到直播主 只是听到一把声音在后面叫麦 请问你会在那一场直播中下单吗 那我们说在直播里面 信任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唯有当观众和你有眼神交流的时候 你们彼此之间才能够建立起那一份的信任 这个也就是我常常说的 在直播里头 顾客买的是信任 直播主卖的是责任 在这个时刻我问回你了 这样不上镜做直播可以吗 我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份答案 接着下来你一定会问我 可是镜头冷冰冰咧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它 然后我要怎样high起来呢 啊哈 这个我倒是有办法 可是我需要用你的90分钟 是的 在接着下来我们将会办一场 90分钟直播盈利法的免费线上学习 所以在到时呢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控制对于镜头的紧张这个部分 只要你能够掌控镜头 只要你能够克服紧张 你便能够在直播里头表现得非常自然 马上在下面点击链接报名 我们在课堂上面见 我是您的直播口才导师M.C.Joe 梦想崛起就在这里